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演就非常非常好的鼓励我 很美 很美 剧中饰演海盗头子的人达华 除了需要戴上特制牙套 身上的刺巾也需耗时八小时才能完成 让他直呼拍古装戏很辛苦 不过说到偶像剧出身的严成旭 人达华称对方虽然从未打过 但是不怕打戏精神可嘉 从拍戏第一天开始到现在 我看到他那个精神我觉得蛮蛮佩服的 因为他从不会打到训练 到现在他每一个动作都自己打 还有就是那个翻腾的动作是蛮困难的 有时候不能说 学了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做这个翻腾的动作 但是呢他坚持要自己做翻腾的动作 还有在打那边呢 他坚持受伤了很多次在拍 拍了就又受伤 上的时候又拍了 我觉得这个精神应该值得 我们所有的演员应该值得去学习 尤其是他 之前因拍摄该剧而受伤的年程序 今天特地送上蛋糕 提前为人达华庆生 他表示第一次接拍古装戏 主要是因为能跟人达华合作 希望能从他身上学到更多演戏技巧 而对于商事 他表示 男跟轩如姐及任达华拍戏已经很开心了 其他都不重要 好啦 我觉得就是可能自己比较 还不习惯 现在其实就都还好 因为跟 我觉得包括跟大哥跟俊如姐他们拍戏 就是 是真的很开心的在跟他们工作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受伤的事情 其实真的都还好 谢谢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